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脑科学》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记忆的迷雾,忘记是如何发生的 二,脑电波的交响师,心灵医院的科学 三,笑容背后的科学,大脑如何处理快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记忆的迷雾,忘记是如何发生的 各位亲爱的学生,历史爱好者,以及偶然忘记了为何来到这里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 记忆的迷雾,也就是忘记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解释 记忆是大脑的一项奇妙功能 它让我们能够储存,保留病载,需要时提取信息 但是,就像我们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一样 如果不定期清理,那么重要的信息可能就会在一堆垃圾邮件中迷失 这就是忘记的过程 它是大脑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的自然结果 忘记可以发生在记忆的任何阶段 编码,储存或提取 想象一下,你正在试图记住一串数字 但是你的朋友不停地在旁边唱 生日快乐 这种情况下,你的大脑可能无法正确编码这串数字 因为它被生日歌的旋律干扰了 这就是编码失败 储存失败则像是你把一本书放在了家里 某个你自己也记不清的地方 当你需要这本书时 你只能在家里到处寻找 希望能偶然碰到它 大脑也是这样 有时候它把记忆放在了一个地方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地方的标记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至于提取失败 这就像是你知道自己知道某件事 比如某个演员的名字 但就是想不起来 这就像是大脑的搜寻引擎出了故障 你输入了正确的关键词 但它却给你返回了一堆无关的结果 现在 让我们来点趣味的故事 你们知道大象被认为是记忆力非常好的动物吗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 一只大象和一只蚂蚁在森林里散步 突然大象转身对蚂蚁说 对不起 我忘了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蚂蚁回答说 没关系 我也忘了 我们是怎么能一起走路的 这个笑话虽然荒谬 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 即使是记忆力最强的动物 也会忘记 在人类历史中 忘记有时候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想想那些忘记带地图的探险家 或者是忘记签署重要文件的政治家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遗忘 就可能导致一场战争的胜败 或者一个帝国的兴衰 总之 忘记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它既有它的科学原因 也有它的趣味性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记忆力 比如重复学习 做笔记 甚至是训练大脑游戏 但是 下次当你忘记了某件事 不妨轻松一笑 因为这正是你的大脑 在为你做清理工作 只是希望它不要在考试前一天晚上 进行大扫除就好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脑电波的交响师 心灵音乐的科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 学生 以及偶然迷路闯入这场讲座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话题 脑电波的交响师 心灵音乐的科学 这个话题听起来 就像是某个科幻小说的标题 但我向你保证 这里面的科学比科幻更让人着迷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脑电波 这些不是你在海边看到的波浪 也不是你洗澡时常的那种波 脑电波是大脑活动的电信号 它们在你的头盖骨内部跳舞 形成一种无形的节奏 这些节奏分为不同的类型 比如阿尔法波 贝塔波 德尔塔波等等 它们就像不同的乐器 合在一起演奏出你心灵的交响乐 现在 科学家们已经能够用 隔重脑波扫描技术 比如脑电图 EEG 来录制这些脑电波 想象一下 你戴上一顶充满惦记的时髦帽子 然后科学家们 就能够听到你大脑的私密对话 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绪 睡眠 学习 甚至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但是 我们今天的重点 是更加奇妙的一个方面 将这些脑电波转化为音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你的大脑可以成为一位作曲家 有些科学家和艺术家合作 将脑电波数据转换成音符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心灵音乐 这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也是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 闭上眼睛 专注于你的呼吸 随着你进入冥想状态 你的阿尔法波开始增强 这时 房间里开始响起了柔和的钢琴旋律 那是你的大脑正在演奏的音乐 或者当你在解决一个棘手的数学问题时 你的贝塔波活跃起来 音乐变得节奏快速 就像是一场思维的追逐战 这种将脑电波转化为音乐的技术 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它还有潜力 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和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够听到自己焦虑时的音乐 然后学会 如何将那首曲子 转变成一首轻松愉快的旋律 那将是多么有力的自我治疗工具啊 当然 我们还在这个领域的初期阶段 但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我们可以走进一家心灵音乐剧院 聆听一场 有我们自己的脑电波创作的 交响乐演出 那将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内心世界巡演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作品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你的大脑 也能创作出同样美妙的旋律 毕竟 每个人的脑袋里 都有一个潜在的音乐天才 只是等待主被发掘 谁知道呢 也许你的脑电波交响试相会 是下一个音乐界的热门榜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笑容背后的科学 大脑如何处理快乐 各位亲爱的学生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个看似简单 却又复杂的令人露出 微笑的话题 笑容背后的科学 大脑如何处理快乐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知道为什么大脑 喜欢笑话吗 因为它们总是 能够脑洞大开 好了 开玩笑的时间过去了 让我们来认真探讨这个问题 当我们笑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其实 正在进行一场 精彩的化学派对 这场派对的主角 是一群叫做神经地质的化学物质 其中 最为人所知的快乐三件课是 多巴胺 血清素和内飞碳 多巴胺 这位派对的DJ 负责调节我们的快感和奖励系统 当你听到一个好笑话 或者完成一项挑战时 多巴胺就会在你的大脑中 跳起舞来 让你感到兴奋和满足 接着是血清素 这位派对的灯光师 他调节我们的心情 食欲和睡眠 当血清素水平适当时 我们会感到平静和幸福 如果血清素水平太低 那么 哦 这派对 可能就会变得有点沮丧 最后 我们有内飞碳 派对的保安 它是一种自然的止痛剂 能够帮助我们减轻疼痛和压力 当你大笑时 内飞碳会被释放 这就是卫视魔效有时 被称为最好的药物 但是 这场派对 不仅仅是化学反应那么简单 我们的大脑还有一个 叫做前额叶皮层的地方 它像是派对的计划者 负责思考 规划和决策 当我们面对快乐的事情时 前额叶皮层会 帮助我们评估情况 并决定是否该露出笑容 此外 大脑的边缘系统 特别是信任和 则像是派对的情绪DJ 它负责处理我们的情绪反应 当我们经历快乐的事件时 信任和会被激活 让我们感到兴奋和快乐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科学家们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让一群人看喜剧片 同时用脑电图机器 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 结果发现 当人们笑的时候 他们的大脑中 有一个区域亮了起来 就像是大脑中的一个小太阳 这个区域 就是与快乐相关的区域 这个发现 让科学家们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因为他们 终于找到了快乐的所在 所以 下次当你笑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你的大脑 正在举办一场 多么精彩的化学派对 而你 就是那个让这一切发生的 特别嘉宾 记住 笑一笑 十年少 不仅仅是古人的智慧 也是现代科学的证明哦 总之 今天我们探讨了几个 有趣的科学话题 记忆 脑电波 和快乐 记忆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忘记也是大脑的自然反应 脑电波 则是大脑活动的节奏 甚至可以转化为音乐 让我们进入内心的世界 而笑容背后的科学告诉我们 笑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它是大脑中一场快乐的化学派对 这些话题都展示了大脑的神奇和复杂性 它们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通过深入了解大脑的运作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 并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提高记忆力 调节情绪和寻找快乐 现在 我想向你们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话题 你有什么观点或者经历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分享我们的想法和经验 无论是科学还是个人故事 我都期待着听到您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探索大脑的奥秘 并用笑容和快乐填满我们的日常生活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